不玩了好不好 剛剛一定還有一些還沒有遺漏的 我們先來 他把他回去等著領獎 對 趕快讓您致詞一下 致詞 有沒有什麼感言還沒有講完的 對 因為我們剛剛拍的都是一些關懷台灣 這其實是一個系列的電視電影 一個是四部 都是外籍新娘 主題叫內人外人 得獎的是其中的一部是一年新娘 代表的幸福時光 是 幸福生活 代表的幸福生活 大哥太多作品了 兩個越南新娘就是 一個是鄭友杰的《野蓮香》在美濃拍的 一個是周西薇的《金孫》 那現在入圍他那個 聖保羅影展就是他新導演 他現在人在巴西 那還有一部就是 也是金鐘的常勝軍 陳惠玲導演的《吉林的月光》 是《大陸新娘》 那我覺得得不得獎真的不太放在心裡面 它比較是相對的事情 那它不是絕對的真正的好壞 那這個得獎這張影片 我覺得是我們全體工作人員的參與的這個系列的榮耀 那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對不起 外籍新娘 現在人數43萬人多 已經超過原住民了 這是一個其實台灣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們大家覺得 其實這次的出資是移民署 還有偉來電視台 通常商業電視台不會拍這樣的東西 那移民署通常也是要做政令宣導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三方的合作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資源整合 這次四部片 我覺得所有工作人員四個導演 都是大家拍的最快樂的一部片 他沒有得獎的壓力 沒有票房的壓力 沒有收視率的壓力 大家真正說自己想做的故事 而且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大家拍得非常的開心 我一直在講 為什麼要定內人外人 都已經是內人了 還什麼外人 台灣是個移民的社會 除了梅花錄 大家都是 只要是人都是外人 就是不能再拿那個 怎麼殺完主義的眼光去看這個事情 都是我們的家人 希望大家都過得更幸福的時光 謝謝 而且剛剛哥其實剛剛在星光大道上說 最講得的就是電視電影展嗎 我覺得其實台灣 非常需要發展這一塊的東西 一般通常都做非常低成本的東西 那我發行做了十幾年 你上電視 上電院線就是跟阿凡達在打仗 那台灣非常需要有個比電視精緻 可是不用進電影院的 那這種電影 你像《大陸的中央6》 它一年拍幾百部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搖籃 不一定說是年輕導演 就是你 並不需要 你其中有很好的可以上院線 它並以上月線為主的發展這一塊的東西 我覺得能夠 尤其這一次也 國外的電視台也是電影非常重要的搖籃 台灣應該發展的東西 這一次我們如果能夠進到提升電視的水準 不敢這樣講有點誇張 是 加油 慢慢加油 這是我們的企圖能做得好 大家都會覺得很有意義 是 因為剛哥提戲後進不遺餘力 但曾經促成我跟康康演一目情侶 真的假的 還有吻戲 有吻戲喔 其實剛剛沒來的機會讓你 我問的時候為什麼會選你 因為就是你那個金鐘獎那次太好笑了 然後阿熊又覺得 你跟Gay可能會一定有火花 就我有那個同志朋友的緣 就對了 謝謝 好 那我們導演 副導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其實很意外 然後也真的很開心 我記得我上一次拿金鐘是拿編劇獎 所以這次拿了這家影片 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真的是謝謝這次剛哥給我們四個導演 這麼好的機會 我想在電視來講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這麼大的創作空間 然後我真的非常非常謝謝 尤其是我的演員 趙正平 趙哥還有周祐平 我想趙平等一下可以拿獎 因為他們會要演 就是一個印象 剛哥他們專門提起我們這些 真的耶 剛哥我懂為什麼你會找小梁哥了 謝謝 謝謝 我是 趙哥嘛 他已經有台上手冊了 趙哥真的表現得很好 其實對啊 就是趙哥沒有入圍這次 我覺得這非常難得 應該的 非常的遺憾 你記得很順耶小楊哥 應該的 我只要想說趙哥 這也是對你的肯定 因為大家就是真的希望有機會可以看 就是趙哥在裡面演一個非常慈祥的爸爸 唉唷 真的 這不好演耶 非常不好演 不好演 對 所以我覺得 而且趙哥非常非常的努力 這真的是出路 而且您今天特別提出來 我想趙哥應該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啦 趙哥這個獎也去給你的 是是謝謝 趙哥有講 趙哥當然替他晚期 其實我們其他幾部男主角都很棒 還有張書豪還有那個黃東輝 真的都很棒 其實我這次提名 我最遺憾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該入圍 就是他那個最佳男配角 那個印尼小男孩 是是是 他真的很棒很棒 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是是是 好 好可惜了 對 因為下一位 下面一位也是鋼哥的戲啊 唉唷也是鋼哥的戲 成徒生嘛 這家來徒長 這家來徒長 那就一起歡迎嘛 是是是有請有請 謝謝